各位錶迷 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是年初七 人日 祝大家人人開心 農年進步 身體健康 今天第二隻推介 現在下午1時 我相信很多錶迷都在吃飯 或吃完飯 有些錶迷就要開工 有些錶迷還在放假 下個禮拜才上班 好 鏡頭前面這隻 就有今天第二隻的推介 這隻很厲害 首先它是SEICO的舊裝 舊標 另外它還要是 Made in Japan的版本 日本製造的版本 再加上它是用了 阿拉伯語 又稱為印度語 印度數字的一個標盤 你看到它 阿拉伯數字 不是我們平常看的嗎 如果你有看過 豬仔之前介紹過一隻 CASIO的手錶 就是關於阿拉伯語 原來阿拉伯語 我們平常看的阿拉伯數字 就是西阿拉伯數字 而我手上這隻 就是東阿拉伯數字的一個黑道 所以非常之特別 首先舊裝精工五仔 大直徑的已經是停產 非常之少 在市面上超過40M標徑 第二 還要是MIJ的版本 Made in Japan的版本 日本製造的版本 更加之少 再加上它用了 阿拉伯的 東阿拉伯數字的話 加上提前那兩樣條件 基本上市面上是沒有 非常之少 或者非常之貴 豬仔找到回來 非常之正 一隻東阿拉伯語數字的標盤 特別就是 他用了阿拉伯數字 東阿拉伯數字 再加上 有內影邊框 你看到它有內影邊框 黑色的Dial 劍形的指針 有夜光 時分針加上黑度 後面的點點都有夜光 一起來看看夜光 這隻標的夜光應該都可以 我就這樣看 都清晰看得到 夜光都很靈 接著就有一個星期日力槍 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的日力槍 亦都有一條金屬邊框 夾著日力槍 你看到它有寫拉近的鏡頭 黑色的內影邊框 都是做了牙黑色 負有層次感 提前看過 自然一石 自然一石 用上這 arise 有一色的 Five Star 27iz 我們寫著 其中三個字寫著 solde made in 日本製造的 50M防水 先拉遠鏡頭 這隻標是大標徑 42M的標徑 在舊裝精工裏面比較少 因為以前流行boy size 32M到38M的Ranger 超過40M以前比較少 而舊裝精工五仔盾牌 找到一隻 大直徑給大家 12點位置有個特字字釘的黑道 有個五仔盾牌的Logo 還有一個 東亞拉伯文的數目字面 錶帶方面和錶殼方面 錶殼 因為整隻錶配備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軟玻璃邊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現身旁部分做了拋光的處理 反而旁邊做了光 錶圈的啤掃圍邊位置 你留意下很多舊裝精工都做光 做拋光處理 但這隻就做了拉絲花紋 拉絲花紋處理 錶關位置同樣擺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拉推罐 因為這隻錶做了5ATM防水 沒有做到螺旋式錶關 錶帶方面做了一條 不鏽鋼鋼片帶 上面做了拉絲 三劉拉絲 打開之後做了光芯的薄橋 做了拋光的處理 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透視底蓋 上面也寫了 5個巴的防水 50米防水 不鏽鋼 Water Resist 7S26的機芯 7S26C的機芯 40小時的動力柱 21,600的震頻 另外我們看看透視底蓋 這塊玻璃上面寫了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錶 另外就是機芯 也看到正符碼 條快慢的 反過來給大家看 整隻錶都有點手感 以舊裝伍子來說 我猜有沒有120多個g 可能有 看看 138個g 以舊裝精工伍子來說 他都算有點受感 聚手一點 不說你不知道 阿拉伯語 為何會有叫印度語的數目字 就是原來 其實 阿拉伯數目字 或阿拉伯文的數目字 其實就由印度引入其他國家 先引入阿拉伯國家 然後 其後引入西方國家 例如意大利 歐洲 都用上了阿拉伯數目字 所以這個是東阿拉伯文 或者叫東阿拉伯數目字 好了 這隻錶就是 市面比較少有 亦都是停產了 除了提前說 138g之外 屬於大錶徑 我之前在片頭說過42mm的錶徑 我試一下 讀一讀給大家看 42.6mm 42.5mm的錶徑 厚度方面 就是11.7mm的厚度 而Luck to luck 就說到50mm的錶徑 Luck to luck 我上網去Cono24 都看過這隻手錶 其實原來 都有 供應商在賣的手錶 但價錢非常貴 已經達到2000-3000元 因為 市面上很少看到 一來他用了東阿拉伯文 二來他還要是Made in Japan的版本 再加上 他是大錶徑 42mm的錶徑 市面上非常少 以及停產了一段時間 超過10年 好了 這隻錶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賀年優惠 1228 1228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聽清楚 豬仔有六隻鹽貨在手 有六隻鹽貨在手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東阿拉伯文 想在佐敦 可以拿 還是麗芝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給個讚 豬仔 想不到這隻錶 雖然這麼大隻 蓋位 連接著帶位 都很貼手 完全沒有說起的感覺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給個讚 給豬仔 心動 立即行動 因為 在市面上非常少 你在逛街看錶譜已經看不到 希望你喜歡豬仔 這個東阿拉伯文的推介 還要是Made in Japan的版本 希望你喜歡 下集見 拜拜 拜拜